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到的是北京世纪文景的总编辑姚映然女士 来分享她们出版的好书 您好 姚总编 李潘老师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姚总编今天您给我们带来哪三本书 第一本《现中的孩子》 然后《文学中的人生进化课》 还有一本叫《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 我觉得这三本书也反映了其实三个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中国绘画》那显然是写古代中国的 对吧 然后《文学中的人生进化课》呢 它其实是有点用这个经典文学 去直面年轻人的一些困惑的 非常当下 对 比较当下 然后《现中的孩子》呢 它就更加聚焦于我们当下的中国社会 和中国社会里的人 那我们先分享这本吧 《现中的孩子》 我一看标题啊 特别吸引我 《现中的孩子》 它占的这个数量有多大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太知道 我们中国是有50%的孩子 在我们的2000多个现中接受教育的 《现中的孩子》 我们把它们建设好了 那我们就是伟大的胜利或者成功 那所以这本书实际上 它是聚焦在县中上学的那些孩子 以及他们周边的整个教育的生态 它有点像这个纪录片式的 一个全景式的记录 那么其实作者林晓英老师呢 她是我们北大教育学院的 一位非常资深的教授 她从2019年到2022年 带着她的这个整个研究的团队 去到了我们全国的六个省 七个不同的县 去做了这个扎扎实实的调研 对话呀 然后去到课堂里 然后去采访各种不同角色 和不同位置的人 那么您读了之后 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在整个这个系统里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让我是非常受打动的 其中有一个校长 印象中是河北一县的 那么一县大家可能 有的这个观众朋友有所了解 就是其他经济不太发达 所以他整个县里面的 这个办学经费是非常有限的 但这位校长呢 挤出了一大块教学经费干什么呢 给孩子们开办这个课后的这种 素质教育的社团和这个课外班 所以当时林老师就去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你基本维持都很困难 他就讲他说 我有几个考虑 第一 这些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家里经济条件都不好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去接受这个所谓的素质教育 那我就希望用这个所谓的社团 他办了好多手工 美术 他还有个军乐团 足球 他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接受一些基本的素质教育 我看了我还是非常感动的 所以这样一本书能够让我们比较痊愈的 看到整个县中的孩子们 以及他们周边的教育生态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在封底 我们能看到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刘晴 他对这本书的一个评语 他说林小英致力于探索县域教育 这是关乎中国半数以上孩子的成长 却未被足够重视的问题 他以细致缜密的考察 与敏锐深入的思考 揭示了县中的教育生态及其复杂脉络 这是一部严谨 冷静 又饱含深情的人类学研究杰作 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第二本要不分享文学中的人生进化课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本书其实是两位不同领域作者的一个跨界的合作 一位是知名的心理咨询师 他叫石秀雄老师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华东政法大学 非常宝藏的文学系的教授杜老师 那他们其实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或者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角度 就是他们是用我们文学经典里面的非常有名的一些作品 来去看这些作品里面的人生 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看这个目录 也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内容的一些特色 您比方说他讲到爱情与自我这一篇里面 他讲的是张爱玲的陈香谢 第一炉香 第一炉香 对 然后还有钱中书的围城 就是这些经典的文学民主 对对对 他从里面再去体会这个人生的一些难题 我们该怎么去面对 他用主人公当时在这个文学经典或者故事里面碰到的人生处境 来跟我们当下做一个对照 虽然时代不同 隔了那么久 甚至也跨山跨海了 但是可能有很多问题是有穿透性是共通的 那他会用文学作品去关照我们这日常生活 因为他写得非常的浅显易懂 也非常容易进入 那我觉得是让大家用一本小小的书接近经典 去看很多不同的人生 以及反过来去反思自己的一些困惑的一个小作品 非常有启发 所以一本既观设了心理学 也观设了文学 也观设了人生的一本 有一点点像这个心理自助 对 或人生帮助的书籍 就是成长 给自己一个机会 对吧 给自己一个机会 接近经典 然后听一听这个真正有实践的人 怎么去思索或者说探讨这个人生问题 这就是我们分享的第二本书 文学中的人生进化课 好 第三本书 叫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 显然是讲五代至南宋时期的这个中国绘画 其实五代至南宋时期近四百年间 究竟有哪些很了不起的绘画 您跟大家先说一说 它其实是十到十三世纪 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 那这一段时期里面呢 其实涌现出了非常多传世的名作 比如说韩西仔夜宴图 千里江山图 清明上河图 西山行旅图 对 西山行旅图 特别厉害 特别好的经典名画 应该说是中国绘画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时期 就在这个阶段 那么这本书主要是写这一段时期的中国绘画的 这本书作者是谁 作者这个是大名鼎鼎的 我们的美术史家乌虹先生 乌虹先生呢 他此前在我们的公共博物院工作了一些年 然后后来他就去到美国求学 在哈佛大学 这个师从我们著名的考古学家 这个张光直先生 然后后来他就留在美国哈佛大学教书 然后现在呢就定居在芝加哥 在芝加哥大学 是我们整个这个国际学界 非常知名的美术史家 也是这些年非常活跃的 他也做当代艺术的研究 也是非常活跃的当代艺术的策展人 大家有时候会去看展 也会能够看到一些乌虹先生策的展 那这么一位非常知名的美术史家 他来写的这样一本书 在这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 和别的人写的书不一样的点 他想换一种这个多元互动 更加全景式的绘画师的写法 那当然我觉得跟他这个非常强大的 这个背景和视野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不光研究绘画嘛 他还研究墓葬 研究考古 他可以把材料做得更加的丰富 然后另外我觉得他的视野 也非常的宽广 就是你会觉得 你看了以后有一种 对中国绘画史了解的那种 游刃有余感 所以我觉得会是一本 非常令大家有收获的书 而且这本书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相对应的 这些绘画的这个原作的图片 对 非常精美的 所以整个阅读起来图文并茂 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三本书 叫做《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 好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分享的书 县中的孩子 文学中的人生进化课 《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 好的 感谢姚总精彩的分享 谢谢 谢谢李老师 也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